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近來的秋意越來越濃 又涼涼、又有些乾燥 老人家說最合適海味 不過這樣曬髮似乎不太好 先看看, 有魔紋拍到 在上昏一間食市 就這樣把大地魚放在行人路上曬 連一張箭也沒有 他排得挺整齊 是的 雖然吃之前會洗一下 但這樣也是不衛生的 而且你這樣擺擋, 阻止大家走路 怎樣都是no good 以下這宗騙案一樣是no good 網購騙案, 屢見不鮮 買東西中招, 買東西都中招 別以為面膠就很安全 一個不留神, 一樣中招 陳先生拿到新出的手提電話 打算轉手賺一大筆 誰知得不償失 前天因為收到三部新的iPhone 那時候我放在網上拍賣網銷售 前天他主動找我 願意用高二、三百的價錢 高途加起來, 高六百元 因為家裡的村子不接近地鐵站 所以想他去我家附近交收 然後隔了一晚, 他就很順暢 說可以駕車來我家裡的村子交收 然後就這樣 看似一切順利 騙徒第二天也準時赴約 所以陳先生, 道不如有詐 他一開始打算用那虛人行轉帳給我的 總值是三萬四千元 而他的戶口就說 只有三萬元在戶口 只可以給我三萬元 那四千元餘額就去地鐵站的 入鈔機給我 說找人入錢? 原來就在這裡出股 他剛才試入一百元給我 說我在銀行的程式有沒有顯示 檢查完機後 會通過餘額三萬三千九百給我的 陳先生以為即時看到銀行有轉帳紀錄 就一定沒問題 加上騙徒先過數一百元 得到陳先生的信任 所以當他發現自己中招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我開過程式, 接著有個孕婦 沒想過他會出鼓掛 因為那一陣子太陽太慢 我一直不是看得太清楚 我回到家裡那陣子 就打算用他剛剛準備我的筆錢 就還回那間銀行其他信用卡卡數 誰知道就說失敗 說可動用的餘額 就只有最初入了一百元 看回原來右手邊有些細緻 是說他用那個銀行支票來入的餘 而不是當時在地鐵站 用錢直接傳入 立即在WhatsApp找他 他說為何把33900元沒有兌換 然後那個人就沒有回答我 然後馬上刪除了入數字的WhatsApp 避露 他網店的店舖的名字 有另一個WhatsApp號碼存在 我也聯絡過真正的負責人 他也說在八月開始就已經有一大堆人 都被假的WhatsApp騙了 雖然成功追討的機會好未 但他也想用盡辦法 令騙徒不可以再得逞 那個老闆就建議我打回去手機 那間發行商問 可不可以鎖這三部被騙和騙去的手機 但是那些職員就說 因為這三部機是全新未開箱 又未登入過 所以就做不到這個步驟 所以網上買賣真的要非常小心 以及兼且便宜莫貪 另外有一樣東西是要讚賞的 我們昨晚也報道過 在觀塘啟業村啟延樓三間半夜 就會有很多老鼠 走到二樓平台開派對 報道一出之後 今早八點多 房署已經派人加緊清潔村內的平台位置 不知這樣 他們還發現老鼠環的平台上 擺放了很多個老鼠龍捉老鼠 希望這次真的可以改善這條村 長久以來的鼠環問題 不過說到底 衛生問題都要靠大家出一分力才行 好像我們的觀眾一樣 遇到這些情況 要即時舉報給我們聽 在職場上遇到不公 一樣要舉報 疫情之下 很多酒樓餐廳都要結業 昨天又有幾間 很冒充 現在大家手上吐著飯 又沒得吃 弟弟又要讀書 又要吃飯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 這幾間餐廳原本背景紅厚 結業原因 也未必完全跟疫情有關 因為他們的老闆 就是曾經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的 內地富商潘蘇通 近年潘蘇通履存財困 公司被申請清盤 名下的何文田樓盤 一直延遲入伙 一眾小業主遲遲未能收樓 旗下物業高銀金融中心 都被接管出售 業權昨天正式易手 連帶物業內的高銀餐飲 亦要終止營業 我們旗下有五間餐廳 在2月、3月期間 已經有兩間餐廳結業了 跟我們說 你們加油繼續做 我們高銀繼續開門 我們當然盡心地去做 想不到突然間會關門 我們回到門院的正門門口玻璃 有一張通告黏在這裡 但到通告就告訴我們 公司已經做不到要結業了 但我們不知道會否是一個惡作劇 因為沒有人簽名 沒有吸引 我們亦都打電話給高層 他沒有任何通知我們 究竟做還是不做 沒有答案給我們 不過一直負責餐廳問作的員工 一早已經察覺 沒有公司很有問題 近幾個月來 我們每次送貨 我們每次都給現金賺付 即已經不肯預結 到後期就說沒有錢就有 之後他們就連現金給付 都不肯送貨 所以到現在我們等一個禮拜 就通知上面的高層 告訴你們有這樣的情況 但上面就沒有回覆過 餐廳結業 只剩五十幾個員工 搜尋口庭 重要份量 我們在九月下半期 都是剛剛星期五才收到 九月份都未供抗質金 衍散、代通知金 所有都沒有通知過我們 可否拿回自己基本的薪金 我們又不知道 至少你給補償 我都可以繼續幫助家 或者頂多一個月、兩個月找工作 現在你甚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首庭口庭 現在大家都 早前林志穎發生嚴重車禍 傷勢也不輕 還有傳聞說他毀容 熱市駕三個月 他就趁著自己48歲生日 就出了個帖子粉碎這個傳聞 看到他們一家五口齊齊切蛋糕慶生 好像輕減了一點 但精神也挺好 最重要那個帥哥的樣子 絲毫無損 那粉絲們可以放心 我都放心了 但是那篇大戰一觸即發 我就有點擔心 天思城風煙四起 因為私家大戰開完一場又一場 這場甲袋大戰 轉數機元老大戰afterclass少女 你作為火星人 你的轉數機 不怕跟地球人的轉數機不接軌 就玩遊戲輸蝕一點 還是你覺得反而勝算高一點呢 都是人,應該沒甚麼問題 但是剛剛彩排了 我覺得已經不是反應快不快的問題 是你要想不想到那個答案 我連那個案我還沒按下去 我的答案還沒想好 那怎麼辦呢?他會不會是你的豬隊友 不要緊,我們還是會支持他 他如果做錯了或是怎樣 我們還是會… 即使是豬隊友,你也會選擇 他不是豬隊友,他是火隊友 你作為大前輩會否約小朋友 你會嗎? 不會吧 他應該是超老的… 不是嗎? 我不認得到 尊敬… 尊敬老前輩 有獎金,我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我們還沒輸過 握這麼久,穿梳機還沒碰過 沒錯… 剛才我已經訪問了430的前輩們 他們說明明不會約你們,不會留守 你們可否給點氣勢來看看 另一場是星夢二學園 佛系迎擊三太兵團 我們隊友很有型 名叫范泰碎 是的 就是很碎的碎 沒錯,就是很帥的碎 那個碎是什麼? 就是我的 大英文的范 因為是范,范泰碎 因為他們是帥,所以叫泰碎 那我三太,就是泰碎、泰碎、泰碎 還有一個泰碎,泰碎,泰碎 我擔心腦袋閉塞了大件事 我也有點閉塞 不是很教訓 我的反應一向比較慢 如果你給我充滿,我會回答你 但我要充滿 但這個遊戲是不能充滿的 我們的人生觀和大家不同 是 我們是為了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不會回答答案 完全是回答不中 最重要是開心 最重要是開心 所以她問的事,她問我東 我會回答她西 我們努力一點,努力一點 加油 沒有信心,都要有信心 才會有信心 2022年香港小姐競選圓滿結束 不過幾位得掌佳禮 一樣都是這麼忙碌 其實現在比起參選的時候 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之前參選 平均只有兩、三小時睡覺 現在至少有五、六小時 而且覺得其實狀態 比參選的時候越來越好 我們幾個都會出席不同的活動 好像昨晚有慈善晚宴 今天又有這些活動 覺得每一天都很不同 很有意義 對,反而很開心 不僅開心,出席角色活動 除了珍廣見聞 幾位佳禮都說獲益良多 令智慧和美貌都予日俱真 很多攝影師都教我們 怎樣找我們最完美的角度 所以其實現在攝影技術 真的提高了很多 我本身一直都覺得 自己左邊面比較好 但是經過這麼多次 可能攝影師幫我們拍照 還有看之前他們拍的照片之後 我覺得…他們跟我說 其實右邊比較好 所以現在兩邊都會嘗試 去尋找角度 拍不同方面的照片 熬過疫情,熬不過人這一關 半世紀茶餐廳即將告別 首創蓮蓉雞尾包即將成為絕響 下一節東張西望 茶餐廳呈顯半世紀 回到東張西望 平時看到人家發怒 我們會形容為怒髮充冠 但想不到現實生活裡面 真的能看到 是的,有網民行經聯和區 一間日式消育店 頭髮忽然間暗,暑起了 變了殺雅人 不過有專家解釋了 就說可能跟天氣乾燥 還有附近大量用電 釋放了很多靜電有關 不用擔心,待會就消失了 但很快消失的 不止這個奇景 還有以下這間老字號 一起退貫徒仔 這邊鬆一點,鬆一點 一、二、三 一家老字號的茶餐廳門口 老闆三代人一致排開 在門前留影 大家要留住歷史這一刻 因為茶餐廳會在11月底告別街坊 背後,心裡是說著說著 跟大家離開的感情 好像是欠了一件事 對於這間茶餐廳 老人一輩的西環街坊 絕對不會陌生 從六、七年開店到現在 就算西環一帶早已變天 它55年來依然不遷 走上結葉路,疫情只是退波助難 最主要的原因是後繼無人 兩個兒子不想做, 轉換工作環境 他說我不想受那麼大的壓力 賺錢每逢都能賺錢 他不做, 我這樣一年多也沒得做 索性就結束了他 你想他們接受嗎? 我也不想 你也沒考慮過老字號的問題? 沒有, 因為這樣一年多 我也想保持也保持不到 每個時代都會變, 支持退休 大家一起退休, 休息一下 二十多年都沒怎麼放過假 每天都在這裡上班 退休的第二代老闆周先生 幾乎每天都會回來茶餐廳 跟客人打牙膠 如果說結業這個決定 內心從來沒掙扎過 似乎是謊言一場 始終不捨得一批老朋友 我住在附近, 差不多有人來 街坊每天都見到茶客 大家都不知道見到, 可能認得 因為來得多, 時間長 和自己熟悉一熟, 大家經過兩次 所以感情就是… 我搬到元朗了, 過個星期三… 過個星期三出去喝茶的 過個星期三他進來 你看他最喜歡吃 對, 但… 以後沒有了, 怎樣? 沒有, 怎樣? 去找新加坡 先懷念一下 這樣也有點惆悵 有點記憶 記憶是不會洗脫掉的 滾水, 小心 雞尾貓出籠 老式茶餐廳總有自己名物留住顧客 門口各式各樣的老式西餅 還有獨創的蓮蓉餡雞尾包 這個非一般的心, 俘虜食客的心 這間店的特色就是蓮蓉雞尾 外面的店很少會做這麼高成本的包 相對來說, 我們蓮蓉餅的成本是高很多 品質就比較有口感 最棒的雞尾包 全西環沒有人不知道 就知道了, 蓮蓉那些皮很漂亮 裡面的餡料真真正正 真的有些很棒的東西 你剛才告訴我 我不做了, 我說為什麼… 你別人找不到這樣的味道 是我們那些古老朋友 人情, 你別的那些是… 怎樣說呢? 要過路客 靠食物, 還要靠一杯茶 有人說一杯奶茶 足以斷定茶餐廳的生與死 衝得好, 要靠它 不用自己這麼辛苦, 剛手靜腳 把需要的茶倒入份量, 倒下去 開啟, 不用五分鐘, 我已經完成了 我用三種茶混合出來 又香, 又滑 現在這部拌柴機, 要就是黃金 不要就是廢鐵 戀棧夠食肆 因為尼曼駐上一代的氣息 做生意之道也好, 處世之道也好 現在也很難再找到 這裡就是我的宿舍 這裡我以為是擠貨的 這裡就是我員工的宿舍 在這裡休息的地方 我們上班的時間是很不固定的 要很早上班 有時候以前的員工住得遠 他們不用這麼急 80年代, 繼承茶餐廳的周老闆 花了32萬 買了旁邊唐柳一個700呎單位 最窩心的是 他鑑了一間房作為員工宿舍 這張是我睡覺休息的床 然後這裡是水吧 這個也是水吧的師傅 也是在這裡睡的, 這是麵包師傅 現在暫時只有四個 由廚房做到樓面 80年代加入茶餐廳的光哥 一直住在宿舍 這個就成為他第二個家 老闆說要特地轉燈去找這個地方 讓你們住的, 沒可能的事 因為你現在正在辦 辦公室有幾千萬 我們以前買來做下去 成本輕便可以繼續下去 如果最好投資 你剛才住宿樓宇要差不多 七八百萬 你投資下去怎麼回到數 溫暖來真的很心酸 幾十年都會這樣, 沒人不做 就沒力氣騙人而已, 是嗎 光哥的兒子前幾年報爸爸後塵 進來茶餐廳做水吧 兩父子齊齊拍照 沒想過現在兩個同高失業 可惜失望, 是的 都說了這麼久, 喝一杯奶茶 沒辦法, 大家都捨不得 大家只顧著你的奶茶 怎麼搞呢? 是的 終於有空, 有時間來喝兩杯 李潔業還有一個半月 告別在職 心理已做足各社的準備 這塊玻璃開張時, 街封送 這裡全部是西環的街坊 只剩下這兩個人在這裡 沒辦法, 過都… 雖然那些留人過, 都要走 椅子有個歷史價值 以前買的木椅子很容易摔跌 所以我找人做了一個鐵架 全都在香港做的 到時候就找人要了它 沒人要, 就找一堆田區 那時候就堆了它 茶餐廳分地下 和角樓兩層 現在在香港幾乎絕無僅有 很難再找到 其他同類架局的茶餐廳取代 不過, 生有事, 罪有事 既然要告一段落 只好功成身退 碎而不留意, 我也沒辦法 始終有天下無伯散的玉璽 始終都會散 我都很喜歡去這些舊式茶餐廳 去得多有個小發現 就是多數都是男士光顧 難道男士圍在一起喝杯茶吃個包 吹吹水是另一種男人的浪漫? 我真的很少去 反而我會經常去一些 舊式的雜貨店尋寶 想不到又要少一間 手工茶杯, 罕見火水爐 還有小豬錢硬, 這麼多懷舊東西賣 旺角一間經營近半世紀的雜貨店 最近宣佈是月美結業 不少街坊都把握最後機會來光顧 看到廣告說要收拾吧 光顧了多少年? 很多年了, 在那邊住 幾十年了, 我幫了他三十多年 聽到他不做, 有不開心嗎? 當然不開心, 很熟悉 經營半世紀 原來已經傳到第三代的手上 由我爺爺開始做起 但年份也長得無法計算 應該是超過五十年 我爸爸那時候眼睛要做手術 有一段時間沒有人, 所以我回來做 最初是很抗拒的 但是越做…慢慢轉變 然後慢慢多了熟客, 越做越開心 店內有這麼多懷舊貨品 不過店主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次 給錢去興建模具做的豬仔錢鑊 因為其實興建模具是很重成本 也說不可能能回到本 那時候是試一下 然後真的很成功, 買了很多 奈何都是難迪, 歲月和逆史加速 還預料光榮結業, 告別街坊 因為我家人 例如我媽媽, 她走路也不方便 她有半邊不舒服 於是始終我要她們去退休 不會說真的熬到最後一天 我想他們做一些… 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一下 真是享受世界, 不用做到挨到腦 雖然不少客人都來掃貨 不過店舖最後一隻小豬 曾生寧願自己留下 他媽媽還說要來做全家寶 時代會變, 感情不變 如果想成為東章西網的資料 讚稿用或者助理編導的話 快點發出你的履歷 去我們的報料熱線 60886600就有機會了 這個號碼記住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想成為東章Plus的一份子 可以參與這個內容編才 都將你的履歷聲來 另外, 今晚天文台就說 有可能會打一號風球 大家記得留意天氣, 再見 帶狗狗去草物美容店 沖完泡泡浴, 狗狗條舌 竟然被剪流血不止? 即是說小狗的舌頭被剪刀 看到的時候, 整臉都是血 事主向草物美容店質詢 對方愛理不理 究竟在浸浴過程發生了嗎? 導致突然被剪刀 留意東章細亡, 狗狗浸浴大吹血 hem在過程中, 手提琴 但什麼 Snake 1 夜 狗狗中間的狗狗 我們要大待會